一天星辰的咖啡宵 首次跨界演出音乐舞台剧的Hibi田富珍 虽然戏份不多 又自嘲饰演陪睡的睡眠治疗师 但12场门票人秒杀卖光 还让许多没买到票的粉丝哀嚎 希望可以加场 15日晚间第一场小夜曲圆满落幕 不过Hibi的心情却不胜美好 原来有许多观众不顾禁止拍照摄影的规定 不只偷拍 还将表演内容上传至网路 就连Hibi本人都发现这些影片 她随即在脸书发文 呼吁民众遵守演出注意事项 请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 而且被爆雷真的会很暴怒 最后演戏演上瘾的Hibi不忘跟上时事 模仿正当红的海涛法师搞笑的说 但愿我刚刚在网上看到的演出片段是假的 是我眼睛业障重 希望明天起床前大家都删掉它 以报警处理也报警自己睡觉去 照在心里善良 留给我无可取断 那是爱的疯狂